小人设计做了一款小工具 正常的采集一些图片 咱们商品图片 给大家说这个逻辑 基本上做TK时间特别长的人他都对这个环节 以及自己想做的事情有非常清晰的理解 我们正常去做这个橱窗带货我们都需要去找这个素材 但是我本身想去用这个图片的话 那我首先考虑就是本身手机上产品链接这上面的图片 这个展示轮摩图 因为商家在上这些图的时候都是精心挑选的 所以说去采集他们这些图片再去做视频的话 这个会更清晰 不管你把这些图片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 他组装组装都是可以成为原创的 因为他既然能上架 他这些图片本身都已经核实过了 也不需要去搞特别多复杂 我想用这个小功能 一个小的采集功能 是让我找了很长时间 没有人去开发 因为很多人是看不上这种功能的 他确实是很简单 但是大部分人考虑到运营团队 他需要把TK更加丰富化 功能更加多的结合到一块 所以就导致这些小的点 很少人去看上 其实这种小的点也是能够挣钱的 他就相当于你去用这个 横横猫 下载视频是一个道理 他小而精就行了 咱们不需要用太多多功能 我把所有的链接 从手机复制到电脑上之后 我正常通过软件 去采集 他批量下载 批量起好文件夹的名字 把图片放上去 详情页的图片放上去 以及再出一个 表格 把这个 这个产品的名称放进去 那这样我在后期做视频 完全就可以把这个文字都直接复制 再配合一下这个剪辑软件 那这个事情做起来就顺理成章 在这种情况下 我先实现开头的 一些功能 那慢慢在做TK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个软件上 再去深入的开发 本来是可以在这个 手机段再去做深入研究 但是这个 费用还是需要有的 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考虑这 在手机上 费点力气 复制复制 放到电脑上 也能用 你正常采集 采集一两百个 放到这个 电脑上 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你如果在单个链接 一个一个去下载图片 那这个时间就很长 我只是 让这个 技术 帮我解决 在电脑上 这个层面 的事情 那前段是半个小时 能复制几百条链接 我正常就 手动一下 也不费什么力气 那 这就可以帮我去节省很多的成本 所以做TK实验场慢慢的细分化 想自己去开发一些 实用的功能 所以做TK实验越长 就是闭上眼睛都知道每个环节是什么 特别难攻克的环节 自己把握不了环节 就是本身平台有些环节 咱们都不要去琢磨了 这个不是你能琢磨 但是在自己能力有限 范围可控的里面 再去研究一些小东西 是可以让自己工作 事半功倍的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软件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东西很多人也是有需要的 因为做橱窗带货 没有大家想那么难 跟我们之前做不一样 我们之前要想尽一切办法 去提高什么来除断什么 在跨境链上这上面 特别是TK上面不出现这种情况 基本上你上量的前提下筛选好号 正常做个视频只要不是特别垃圾都会出单 哪怕你的号出问题了 用不了吧 那你可能隔一个月看上去 突然发现又出单了 所以他这个规律就相当于有时候你做这个链接 他已经出单全中高了 那后期他自然而然会一直出单 这就是玩TK的一些魔力 所以说大家在做TK的时候 从最多的加法到后期慢慢的减法 这个是有深刻的感受的 找一个点自己适合的 慢慢的把能用的工具 这个工具上需要用的功能 将结合到一起 这样的话你的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然后再给我一直说 然后再给我